第三部分 好第三部分就是所謂的 因為其實剛才在 大家學會了選擇器跟position 其實 接下來大家其實剛才在position的部分 其實大家已經有一點 就是元素移動的 的概念 就是那個 所以我們就進入到第三個 這樣會不會太快 那 layout 的部分呢 假設我們有一個 通常像我們 這個其實 我們可以假設到 這是一個我們看到一個網頁的 情況那我們首先呢 如果我們要對一個 網頁做一些 layout 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先 先把它就是大家記得有一個 叫 box model 所以我們會先框出 框出那個 需要的部分就是比如說像我們希望 做一個左邊選單的一個 layout 那我們就會再 就是切兩個部分 就是會左邊這部分會屬於一個 DIV 右邊會屬於一個DIV 那 在這個選單上面可能會有一些 logo 或是一些選單項目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那基本上一個很簡單 一個 兩欄式的 layout 就是 你大概會先取得你要切 切成幾個部分 通常很直覺的就這樣切兩個部分 那通常有些人更細膩的 他會在最外層 就是最外層再用一個DIV 把它包起來 那這個就是看 大家個人的習慣 那有人習慣就是最外層可以再用一個 DIV 然後可能叫做 rapper或container 因為其實像剛剛那個 relative跟absolutely 就可以來控制我們裡面的 兩個元素去怎麼做 layout 那 有人也可以不用直接 不用那個 最外面不用一個DIV 那直接就是切兩個 那一般來看我們就大概 大概先切兩個 那就會把它切成DIV 然後兩個DIV 一個就叫class 叫做menu 另外一個class叫contain 那 基本上呢 其實通常在 不管網頁或寫程式啊 你都會遇到一個 我們通常最痛苦的問題就是命名 好這邊可能命名還比較簡單 就是menu跟contain 所以其實在layout的時候 最困難的是 所謂的命名的部分 那命名的部分 其實現在有蠻多 可以參考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回去 翻翻 OOCSS 或者是 SMACSS 然後現在最新的有一個技術 叫做BEM 就是 BEM 那BEM的話 那個 曾經推坑給Ateboo 他說那個太醜了 對 那其實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會這些會告訴你一些規範說 我們在 尤其是大家 將來如果要 在團隊工作的話 那 你的命名一定很重要 一定需要一個標準化 這樣大家才容易知道 你現在這一塊 HTML 對應哪個CSS 才可以快速找到問題在哪裡 所以 這邊大家可能回去參考一下 如果在命名 覺得很痛苦的話 好 那這邊就是 就是 我們就會跳過命名的部分 那 那其實 因為只有兩個應該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 的問題 那我們再往 仔細往裡面看 就是我們可以 像我們剛才提到 會有一個 Logo的部分 一個Logo 我們就通常會用一個 Anchor 可以讓它取名叫Logo 然後它可以點 點那個Logo 就回到首頁之類的 那 裡面再放一個 一個圖片 那 這邊下面選單部分 通常傳統 傳統會 可以用那個 List 就是ul 然後li 去做 那 HTML 其實它多了一個叫做 內 的一個 的element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那就是內 然後 加上一些 一些可以點擊的選單 那我們其實 並沒有把它 attribute 寫得很完整 對 好 那 其實它對應到 如果你想要做成上面那個layout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剛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比對一下就是 最簡單的方式其實 就把它設定 把那個class menu 設定成 flow select 然後你把它設定 一個寬度是20% 然後 高度是100% 然後你甚至把 那個 因為Anchor這個element 它是一個inlight element 它是一個 就是inlight元素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設成 Display可以設成block 它就會長成 那個block model 可以控制的模式 然後接下來你給它一些pending 讓它 或是text inline 把它置中 就會看起來比較好看 那這些 這些是一個 比較基本的 你可以做到的 呃 就是 把它簡單 就把它變成 這個你要的格式 那大家其實 等一下可以去 呃 在裡面 它其實在那個練習的 教材裡面 它其實 它的left menu 跟top menu 都是使用同一份 css 同一份html 那我們 這邊可能是 就是 大家可以嘗試 用不同的css 把它勒成不同的版型 那 呃 一個左邊的 左邊的版型 其實大致上就是 就是其實比較簡單 那我們 我們甚至可以考慮 等一下 助教可以幫忙考慮說 假設我們今天 要在 右邊這個區塊下面 再拉一塊 DIV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勒 它 它 才會 做得比較漂亮 這 大家可以考慮 就是當你 當你完成一個簡單的 排版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進階 在裡面再 再勒一個元素出來 然後再怎麼用css 去改變它的位置 那 另外一個 通常講到兩欄式 就是 一左一右嘛 那還有一個 現在比較 另外一個也比較經典的 就是 上下的 就是上面會有一個menu bar 然後下面就是你的content 對 對 所以我們剛剛一樣 一樣使用 這個 一樣使用同一個html 所以我們完全就是用這個html 那 這邊可能就會做比較多 需要調整的地方 就是我們把logo跟 那個 那個選單 都把它做成flow left 然後 把那個 呃 射成 navi的anchor 會射成一個inlight bug black 其實這邊 差異不大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問問看 差別在哪裡 但是content這個部分 就把它要射成一個clear box 它才會回到一個原本的位置 所以 就是 經過這些css的調整 所以 它就會變得像 類似像 長的這個 這個樣子 那 大家還可以去增加一個 就是下面說 你下面 當你下面 要再lay一個 那個 footer的時候 那要怎麼加你的 div 加你的element 然後裡面要加什麼東西 對 那 呃 其實這邊就是可以 給大家一個 一個概念說 其實相同的html 經過你不同的css 你就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 所以 所以 呃 所以其實重要的是 一個概念就是 你必須要 先把你的畫面 先把你那些設計 有一些 不一定是設計好的 就是你自己會先 我們講過說 畫一個markup 就是 我們會畫一些 簡單的網站 大概長什麼樣子 因為這些就是簡單一個 一個 有印象中 可以大家去參考你 你喜歡哪個網站 去把它的外型學下來 那它的東西 你就會可以 想一下它的div的box model 是怎麼 怎麼編排的 然後我們 透過把它轉成html以後 這是第一步 第一步 你要先決定 你要用哪些element 然後 給它一些class的命名 那第二步就是 把這些class的命名裡面 加上css 然後 勒出不同的版型 對 那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把前面兩個再結合起來 就是 你幫你 你上下有menu的時候 你中間這個div 你還可以拉成 左右兩欄式的形式 對 大家可以 就是 當你習慣一個 比較熟悉一個 切板方式以後 你就可以 再進階一步去 把板型變得更複雜 對 甚至說 你可以再把 中間右邊那一塊 再切上下 或是再切左右 就是切成三欄式 對 這些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就是 呃 就是 我們單純就是 我們自己要加一個 HTML的element 對 那這邊可能提醒一下 就是 一般來講 我們這邊可能 習慣會切三個 就是 上面是header 然後中間就是content 然後下面就是footer 那中間這一塊 先要有一個 外面的就是 content的container 然後裡面再切成兩個 div 對等於 對等於三個以後 裡面會有一個 他的 child 兩個div 這是一般比較 常見的切法 但是如果 你覺得 呃 你有更好的做法 也是可以 可以去試試看 對 那不代表 我講的一定都是對的 對 因為其實主要就是 大家對於那個 CSS的 的那個概念 如果你比較熟悉的話 你就會比較容易操作 你的div 要怎麼切 好 那這邊也是這樣 給大家一點時間 拜託助教幫忙 增加一點概念 謝謝 好